大家好 今天是8月29星期一 是这个辞职转仓的高峰日 受到美股上个星期五大幅度的下调的影响 港股今天也低开210点到19960点 往后曾经一度在低限19889点 还好指数没有跌圈10天跟20天下 等于说整个初步回稳的走势 暂时还没有受到破坏的 其实大部分时间指数都在2万点以上 进行一个整顾 可是在这个成交方面 还是比较一般情况之下 指数只是轻轻上升到2万073点 已经受到亏限了 短期后一个阶段股市能不能够在进步往上推 很大程度上还要看看 资金日子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 8月份剩下的交易天不多了 明天已经是这个月辞职结算日 后天就是这个月的场外的想象工具结算 变成来说未来两个交易天 指数能不能够攻破 这个月5号的高位2万02883点 可能还是比较关键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8月份还是先高后低 那说真的 这个月的波幅还是比较少 从5号的高位2万02883点 回调到24号的低位1万9189点 当然由于指数暂时在2万点左右 进行一个涨过 从走势方面来看 股市距离这个月的低位好像是比较远 距离这个月的高位好像是比较近 所以单单从走势方面来看 股市的确是有一个机会 在进行一个往上挑战这个月的高位 问题就是美股能不能够稍微配合一下 就像上个星期五一样 股市本来已经有一个走势 是想进一步往上挑战这个月的高位 可是到经济指数大幅度回调1,08点 而且在这个回调当中 市场也比较担心就是 要是9月份 美国利息再进一步大幅度上调的话 对港股来说 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变前来说 大部分的传统的股份 都是反复而待远 变前来说 现在我们看到邮邦 汇宏 91的中移栋 平保 像跟交易所 还有中国银行 建策银行跟工商银行 这些比较传统的南朝 暂时是没有办法大幅度上去的 其中来说 91中移栋一定算不错的 因为它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强 可是股价很难 会要达不到上去的理据 反而现在股市要往上走 我们还是要看看 邮邦 陈信 阿里巴巴 跟京东这指的新经济股份 表现到底是怎么样 大家不要忘记 这四个新经济股份 在恒生指数间的比重 差不多要25% 只要传统南朝 油皮不动 而新经济股份 稍微做好一点点 指数已经可以上去了 不过要先说明 就算是指数稍微做好一点点 也只是技术上的回升而已 我暂时看不到 股市会有怎么样 大幅度上去的可能性 当然 就算是稍微弄高时小小 上面还有另外一个阻力 那个就是50天线跟100天线 50天线现在大概在 20,644点 而100天线大概在 20,764点 这个也是后一个阶段 另外一个上升的着力 大家还是要留意 好了 下午分析收拾到这里